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一定要先確定 確定說每一位大哥 大姐 都跟孔鏘老師真的很熟 你才有確實的料可以爆 我們先確認一下 豬哥亮熟吧 我們目前還在一起合作做節目 你還敢來爆料 不錯… 因為豬哥亮是真病還是假病 不是 不主持人還是什麼 目前休養之中 休養之中 應該會回來吧 我臉很怪怪的 你說休養之中 所以接下來不久還是會繼續合作 對… 小燕姐 熟吧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在還沒有進入這行業 第一次上台去錄 就是錄小燕姐的節目 真的喔 在連環砲那個時代有沒有 連環砲耶 那個時候 如果才找到這代理 可以看到我的瀏海 這一開始是小燕姐連環砲 震撼教育吧 學很多吧 震撼教育 教學了很多… 冰冰姐 熟吧 這個笑是什麼意思 目前就要合作節目了 節目節目了 你今天真的還滿趕的 菲哥手吧 目前沒有節目 菲哥 目前在 笑才跟他奉勁 目前在做他的演唱會 哇 瓜哥 也是每個人周播的節目 跟他一起合作的 哇 雨天大哥 就是胡瓜後面的節目 就是雨天大哥 除了菲哥以外 現在都還在做節目 是 我看你今天是有多大的膽子 可以抱多少的料 好棒喔 我好崇拜你 你不抱料的話你今天來 這是您今天最大的功用 不是 我就這樣子 我今天只是早就說 你現在就已經在會 大家謝謝收看了嗎 不是 我今天就純粹的 跟大家穿穿門子 然後跟我製作人講 本人目前在中天並沒有節目 想來 來喊話來弄 想來貴節目你有沒有 找一份工作做作 可是孔鏘你是 圈子裡面所有彈琴老師 價碼最高最貴的 你幹嘛很講 我們請得起嗎 不過呢 老師在從連環砲到現在的話 應該有個30年了吧 連環砲 連環砲還沒有30年對不起 20幾年有了 所以看了這麼多的天王天后 聽說他們不但有 他們自己專屬的音樂 還有他們專屬的笑聲 他們的笑聲有 大家都知道 像小葉姐 他平時在 這個分貝很高 我們配合的笑聲 也要跟他這個Pitch要一樣 音頻要差不多 不然他 我們 會搶的 那朱哥亮的笑聲是怎樣 朱大哥就不太笑 他都是嘿嘿嘿 所以他嘿嘿嘿完 往後面拍子要接上 哈哈 播出才有頻率 我以為嘿嘿嘿是菲哥咧 我以為是菲哥 沒有 菲哥是嘿嘿嘿 嘿嘿 菲哥還一定會有淋淚的笑聲 他突然遇到他哪下就 哇 哈哈 他就這個 比較外省掛的笑聲 這外省掛的笑聲 那本省掛的怎麼笑 余天怎麼笑 余天 余大哥 還有朱大哥 就是 大哥的錢姐這樣 頂多是這樣子而已 比較收斂一點 但我們的笑聲呢 也要稍微追蹤一下 不能太過頭 那冰冰姐的笑聲嗎 我怎麼沒有印象 冰冰姐怎麼笑 冰冰姐的笑聲 你怎麼這樣 說他的笑聲比較含蓄 那羅姐怎麼笑 羅姐 她的笑聲 她是有情緒的 有沒有 有時候高興的笑 有時候不高興她也笑 她笑 那個音頻就可以聽得出來 其實我一直在研究 每個都在笑聲裡面 她的笑聲多長 然後她的頻率 人說我有音樂講的叫做 Vibration 她的韻律振動 就是代表了 她是真笑還是假笑 我們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羅姐可能假笑多一點 沒有 但妳們知道費哥 他有時候心不在焉 但是他必須要笑的時候 就是哈哈哈哈 就哈哈哈哈 就沒有音頻了 但是笑的時候 真的只有很好 就哈哈哈哈 你抖得很厲害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也我們要分辨 當大哥在笑這個很厲害的時候 我們的後面反應 一定要 那你有沒有沒有跟上 然後被ㄉㄧㄧㄥ的 當然有 咬他哈哈哈哈 你沒反應 那時候我就不專心 好了 老師 把這樣很久了 我們老師先請上座好不好 謝謝... 來 我們今天呢 老師 好 她有點怕 你以前都是我們做電影 你自己來坐看看 其實我覺得好緊張 坐這個位置 好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一樣 妳怕什麼 妳30年前就出道了 就是啊 什麼風浪沒見過 你不要把這椅子做垮了 風浪不怕就怕人家要他講實話 我們今天就是要逼出 不只是老師 還有在座幾位來賓的實話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余天 胡瓜張貝等六位的這個 天王天后級的主持人 我們今天要讓大家講出來 他們心目當中的主持人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個性 合作起來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幾個主持人 天王天后裡面誰最小氣 有多小氣 反正就是很小氣就可以了 有合作客嗎 他有很小氣嗎 瓜哥打麻將很大方而已 其實過年就是有紅包嘛 主持人嘛 對… 這個每天那個照比例比起來 是多少 是多少 公主持人跟我們是不太一樣 照比例的話 他是應該是第一名 他給你多少 這個 你不知道好不好講 六位數字一定有吧 六位 沒有...不可能 不可能... 六位還沒有 十萬沒有... 那很少 沒有 他們都幾千萬幾千萬在賺嗎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比較就不對 瓜哥不算最小氣的 因為飛哥只有一個節目在手上 所以他只要照顧一個節目的人 瓜哥有五 六個節目同時在手上 所以他要...他發紅包的時候 要發五 六個單位 對 那起碼就 譬如說 如果飛哥發二十個人的話 瓜哥從起碼要發到一百二十個人 等一下 那瓜哥也賺五 六個單位的費用 也賺進來 瓜哥比較便宜一點點 但是呢 這個排行榜呢 最小氣的排行榜呢 我深深的發覺在這兩年裡面呢 已經被余大哥取代了 余天大哥 他有多小氣 譬如說以前就是過年裡面 大概一個一個人有1萬塊的紅包 現在呢 一千塊啊 這麼少你拿得出來啊 一千塊給得出去嗎 對啊 可是余大哥最近比較窮一點 因為他做禮物沒有連任以後呢 就外面就有舉債了 所以大家同期一下 可是新聞上不是說 他出國去做個秀啊什麼什麼 一下就賺回來了嗎 哪有那麼容易啦 沒有那麼容易啦 那個余大哥的洞比較大一點 不是那麼容易補的 我比較好奇是說 你跟這六個大牌合作啊 誰脾氣最不好啊 脾氣最不好 對 因為脾氣不好喔 不等於跟你是壞朋友喔 對不對 你一定要講一下啊 對不對 朱大哥 脾氣不好 怎樣脾氣不好 朱大哥脾氣最不好 為什麼 有對你不好嗎 沒有... 沒有人敢對你不好 他對我倒是很關心 我說他在錄影的時候 我常常因為有情緒化 他比較急 很情緒的問題喔 對 然後我常常就是說會覺得 當然我們沒有去了解那麼多啦 他可能就是 有外面有些事事啊 常常在報紙上看他 法院的事情啊 今天早上剛好去判決回來啊 今天答案非常不滿意啊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那天有露營就會... 烏煙瘴氣嗎 他怎樣... 他怎麼樣的... 快... 如果錄得久了... 這個團體也沒笑 不要錄... 不要錄... 這次就不要錄 後來什麼人... 怎麼還未到 明明就還沒有到 快...快... 會受持續影響 會 朱哥亮是我所有這裡面 認識的主持人裡面 下台裡面 他下台幾乎沒有笑過 下台 台下 台下 朱哥亮的人生 我幾乎沒有看過他笑 他在台上帶歡樂給大家 帶了這麼多歡笑 結果在鏡頭之外 他完全沒有笑容 我幾乎沒有看到他笑過 被債務壓得透不過氣來 我不曉得 反正我就 當然啊 可能簽牌簽 要簽幾號也是很煩惱一簽 所以我基本上 我沒有看過朱哥亮在台下 就是下台有笑的 所以老師認識的朱哥亮也是這樣嗎 對啊 下了鏡頭之外都不會笑 羅美講得沒錯 因為其實喔 我跟你講 其實有兩種人 有一種選擇 譬如說你今天上網通告了 朱大哥 我走了 好... 謝謝...辛苦了 這是朱大哥 飛哥 你再說一次 飛哥 謝謝你給我機會 好...來... 我們歡迎再來 我就送你到電梯門口 今天很漂亮 這麼厲害 下次一定要再來上 今天晚上還這樣送來 對啊 你不來 我就不高興了 你知道 那這兩種待遇 講到這 我突然想到飛哥 有一次我去主持一個活動 然後剛好飛哥是特別嘉賓 結果我跟聶明主持 主持完了之後 飛哥就過來 然後就說主持得真好 我心裡想說真的假的 那時候我才剛出來主持 我都嚇到了 然後呢 他竟然會過來 就這樣惹的我 我說來... 我要跟主播合照 來助理有沒有 助理這個賣 助理照相機拿來 我說包包飛哥 我們沒有助理 然後他講 怎麼會沒有呢 我們找人過來 我一定要跟主播照相 我那時候思靈想說我哪位 可是他就可以 你的手做到這麼高 拜託欠您 你不要客氣了 你本身就很棒 你不知道嗎 不是... 我是覺得說 他已經是天王了 我看到他我都嚇壞了 這麼沒有價值 黃老師 你剛剛講 像這個楊貴妹 一下乾杯 為答謝你這麼一次 那你家裡的禮物 一定堆積如山了 因為太多明星 太多主持人了 你收過最重的禮物 是哪一位送給你的什麼禮物呢 其實我收過最貴重的 是飛哥送的 還是飛哥 對 他送什麼 一部一輛車子嗎 他雷一輛 一肩膀子 一肩膀子 不可能... 其實就是 飛哥要把這個事情 大家會分得很清楚 咱們是工作一起上的戰友 其他東西 該送 逢年過節該送的 當然你講的 沒有超過什麼 六位數嗎 六位數字 我告訴你 七位數 本來就是六位數字 六位數字 六位數字 六位數的一跟九 開頭差好多 對啊 當然是最少是一 應該就是一了吧 直接包紅包給你 直接是鈔票 對... 不是包給你一個人 還是包給你整個 整個店 一個人 一個人 其實表示 他也很慎重表示 我們不但是工作上好夥伴 也希望用這些錢的 再為我們明天的節目 增添一些武器 其實我以前都覺得 天王天后應該是很難接近的 可是有時候去 譬如說錄小燕姐的節目 譬如說碰到飛哥 我都覺得 怎麼人可以這麼好 可是會不會有天王天后有那種 你知道 人在有名了 有錢了 有權的人 靠近他旁邊 他就覺得 你是不是要什麼 你是不是為了什麼目的 來接近我 就開始中移西移的 可能跟人保持一個距離 會不會有疑心病 這一類的 憲哥到他不這樣子認為 他希望每個人都紅 對他都好 因為他最起碼 他已經就頂在這個位子上 也沒有人會去取代他 其他幾位 有沒有人比較有疑心病的 朱大哥 又是朱哥亮 對節目很敬業 每個歌手 錄單歌手 他一定會在節目上裡面 會 注意一下這個鏡頭 好不好 而且還會去注意 周遭環境裡面的人 如果不熟的人或 這個沒有見過面的人 一定要問清楚 他現在就是很保護自己 當然不保護自己的家庭 所以說對外來有任何事情 會影響他們家庭或影響他生活的人 他都會一律都會一定要問清楚 你為什麼這樣講 一直讓我覺得 如果有不明人士出現 他是怕人家來討債的 討債當然也是有 你常常報紙不是在寫嗎 常常會有人到什麼攝影棚去 要債 要什麼東西的 他當然是進不到攝影棚裡面 但是如果他闖進去 你怎麼辦 對不對 我覺得朱大哥這種 自我保護的本能像是非常好的 都伴奏過這麼多的大咖明星 歌星裡面 你覺得你在你的心目中誰最棒 上的最棒 我覺得上最好聽的是的 林依蓮 林依蓮 那個...軟能軟 硬能硬的 假音純縮之間 讓我覺得毫無瑕疵 林依蓮跟江蕙 而且這兩個比誰厲害 應該是江蕙 因為完全不同樣的路數 那是國語 這是台語 對 剛剛羅美最重要的問號 一個問題了 一個重點 你覺得誰幫誰伴奏最舒服 對不對 本人目前認為幫伴奏最舒服的 是日本的藝人 誰 每一位都一樣 每一個 為什麼 我跟妳講 是因為他們都會 民情也大不同 他們一進棚那時間 一定先到就棚裡來 跟各位觀眾朋友 愛瑕疵一下 謝謝你們 辛苦你們 然後再去跟打波 跟任何人打招呼 又像我現在那偶像歌手進來 是多怎樣 沒禮貌嗎 我等一下要唱那首 我的新歌龜毛 你那個地方彈不對 那個氣在一段 那個節奏不對 有人敢這樣子 連飛哥都不敢對他這樣子 現在歌星都這樣子 沒有啦 沒有 那我問你 你跟哪一個藝人 對比覺得最麻煩 他要求又多 你明明彈得很完美 但是他就一直說你彈得不好 要你深一點 降一點的 不啦 趕快講 太講… 你今天通告費要拿 對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二個 再三 第四 第四 還有 我現在還沒有想想 還有 最少可以舉十個 他們是怎樣的 幫他當作主 一定要心裡要想著 他是為我們好的 不是這種射手作者 有沒有 是不是對啊 千將 將大任於私人業 這是一種磨難 怎麼五百呢 他不是自己有團嗎 對啊 他帶他的China Blue來就好啦 製作人省錢啊 你知道我們不是China Blue耶 我們這個團體不China Blue 我們只是一個很簡單的